朝鲜的前世今生五 290年雄霸天下的晋武帝司马延 很不安的闭上了眼睛 第二年皇族之间为了争夺政权 爆发了旷日持久的巴王之乱 西晋王朝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以匈奴、杰、鲜卑、枪、敌为主的少数民族 陆续侵入中原 疯狂屠杀汉族人口 强盛的大汉民族走到了灭族的边缘 趁火打劫的高沟黎 看到中原危难无法守护辽东 就毫不费力的吞并了朝鲜半岛上的月亮郡和戴方郡 正当高沟黎欢喜雀跃时 一支汉化的鲜卑慕荣氏部落来到了辽西地区 作为一个传奇的家族 慕容氏经常出现在金庸古龙黄毅的武侠小说中 慕容氏有没有家传的爵士武功不好说 但慕容氏的确是个非常善战的家族 当高沟黎的扩张威胁到了慕容家族的利益 慕容氏向高沟黎发动了凶猛的反击 293年8月 仙卑禅云慕容伟率兵进攻高沟黎 面对如狼似虎的鲜卑兵马 高沟黎被杀的丢盔卸甲 3年后慕容伟再次讨伐高沟黎 杀入高沟黎中部地区 还掘了西川王的坟墓 300年高沟黎美川王当政 美川王受够了慕容氏的欺凌 决定以功戴首 仙卑族的宇文氏和段氏两大家族 长期以来都是慕容氏的敌人 他们和美川王一排即合 一起围攻慕容伟 老谋深算的慕容伟坚守城池 闭门不战 派使者给宇文氏送酒送肉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高沟黎和段氏开始疑神疑鬼 怕被人算计 就带兵跑了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妙 慕容伟打败宇文氏后 就派慕容汉讨伐高沟黎 脆弱的美川王根本招架不住 被迫使出高沟黎家传秘籍投降 祈求做慕容家族的外臣 中原王朝不断更替 高沟黎却能成为打不死的小强 最重要的原因是高沟黎熟练应用了打不过就投降的原则 再加上高沟黎气候寒冷 中原人看不上 朝鲜半岛南部的国家相对弱小 临近的倭国 也就是后来的日本 还处于野蛮时代 慕容伟死后 慕容晃继位 337年慕容晃自称燕王建立前燕 342年冬 为了逐鹿中原 慕容晃决定一劳永逸的解决后方的高沟黎 进攻高沟黎 燕军有南北两条道可以选择 北道平坦宽阔 适合大军行走 南道狭窄危险 行军很不方便 高沟黎顾国元王高思游 认为燕军会走北道 于是派他弟弟高武率领精兵武万 防守北道 而自己带领部分老弱残兵 在南道偷懒 万万没有想到 慕容晃只派少数兵马 大张旗鼓从北道进行 暗中却率领四万大军从南道杀了过来 顾国元王被杀得慌不择路 一个人逃跑到了山谷里 燕军很顺利的攻破了宛独山城 开始烧杀抢夺 毁坏都城 焚烧王宫 似乎还不过瘾 慕容晃继承了他父亲的恶习 去挖高沟黎的祖坟 这次慕容晃把顾国元王的父亲 美川王的尸体挖了出来 顺便抓了顾国元王的母亲和王妃 掠夺了五万多高沟立人 大摇大摆的从北道回国 慕容晃这次军事打击 远远超过曹魏时期 冠秋简的两次东征 顾国元王再也不敢和燕国作对 为了讨还父亲的尸骨 解救亲生母亲和王妃 顾国元王只能毕恭毕敬 向燕国低头称臣 贡献大量珍宝 慕容晃这才把美川王的尸体 还给了顾国元王 慕容晃继承燕国王位后 高沟黎依然服服帖帖 贡品不断 于是慕容晃把顾国元王的生母 送回了高沟黎 350年 中原出了一个英雄人物 汉人燃敏 燃敏在汉族几乎被杀光的北方地区建立燃卫 发布杀狐令 疯狂屠杀胡人 受杀狐令的影响 汉人开始对胡人进行血腥报复 被杀怕了的胡人开始不得不向汉人寻求合作 或者远离中原 两年后 试杀的燃敏被慕容晋杀掉 但此后 胡人再也不敢把汉人当猪狗 汉人的血脉因此得到了延续 远在中原东北部的朝鲜半岛 同样也发生了势力变化 高沟黎向前焉称臣后 决定拿同宗的百计国出气 369年 顾国元王率大军进攻百计 可顾国元王的运气太衰了 很快就被百计打败 371年 百计的禁销古王率军反攻高沟黎 袭击高沟黎最大城市平壤 杀死了倒霉的顾国元王 在朝鲜半岛 实力最弱的是土生土长的新罗 新罗建国初期 朴氏 石氏 和金氏 三大家族轮流当国王 356年 金氏家族当上国王后 开始耍流氓了 废除游戏规则 确定只有金氏家族才能继承新罗王位 金家王朝最初和高沟黎结盟 对抗百计 高沟黎被慕容室打残后 千都平壤 开始难获 弱小的新罗不得不和百计结盟 对抗高沟黎 高沟黎 故国元王死后 小兽灵王继位 小兽灵王是高沟黎王朝很有作为的一代君主 在位期间 从中原引入佛教 学习中原教育制度 设立太学 颁布律法 从而提高了高沟黎的文化教育 完善了松散的政治制度 为高沟黎全盛时期的到来打下了基础 而此时中原地区依然是城堂变幻大王起 统一的日子还要等多久 我们下回分解